我是一個忠實的PC玩家 玩具話說用來打遊戲的九成都會是鍵盤滑鼠 鍵盤滑鼠的優點是很明顯的 人人都有 不計價的話40元也有一套 但是鍵盤滑鼠最大的限制就是他們只能做到一個開銅關的輸入 就是說做不到好像汽車友們那樣0-100的輸入吧 當玩一些以載具為主的遊戲的時候 例如賽車、飛機類的遊戲 你用鍵盤滑鼠是很難做到精進的操控 我知道最近幾年開始有廠商開發一些模擬到0-100輸入的鍵盤 例如Van仔之前有介紹的Razer的鍵盤 但是在實際使用上手指向下用音力去按鍵盤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當然你可能說玩賽車的遊戲和飛機類的遊戲 最好當然是買軚盤和操控桿 無論是轉向和油門上都可以做到最好的輸入 但是缺點都很明顯 比較貴只能用來玩賽車和飛機類的遊戲 而且佔空間在設置上都比較麻煩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手掣了 你就當成是我想用大家買買買吧 我覺得PC的遊戲玩家都應該要用一個手掣 因為它有一個介乎於鍵盤滑鼠 軚盤和操控搖桿之間是一個折衝的方案 而且價錢上也不是很貴 佔空間也很小 設置上也很方便 這遊戲就叫做《輪子上的暗黑靈魂》 I mean Dirt Rally 如果你是用鍵盤去玩的話會玩得很辛苦 因為在車的操控上用一般鍵盤一按鍵 所有操作都可以100% 油門100% 煞車100% 樓左樓右都可以100% 如果你要做到比如說是50%油門的話 你就要一時按著一時鬆開 才可以做到大約的效果 但是在手掣上你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是有兩個可以感受到力度的按鍵 可以模擬到油門的輸入 例如說你半按這個按鍵就可以做到50%的油門 如果你想要25%左右的油門就可以鬆開一點點了 而且手掣上也有搖桿 而將車扭在扭右上也可以給鍵盤做到一個更精細的操作 你到現在可能會說 如果你是不玩賽斜 不玩飛行類的遊戲 是不是就代表你不需要一個手掣呢 錯了 手掣相比起 基本話說還有兩個優點 第一就是你用手掣的時候 可以整個人放鬆在椅子上 手也可以放在大腿上 不用放在桌上 而握住手掣的感覺也是相當舒適的 可以用一個自己最舒服的姿勢 第二個優點也是為何我家現在有4個手掣的原因 就是只有用手掣 你才可以玩到一些非線上的多人遊戲 即是那些幾個人同屏合作或者對抗的遊戲 我是很難想像4個鍵盤滑鼠插在同一台電腦上的光景 而且根據我的經驗很多的遊戲都是不支持兩個或者以上的鍵盤作為控制器 當然手掣的缺點也很明顯 就不是所有遊戲都適合用手掣 例如《世紀帝國》這種戰略遊戲 FPS、LL等等都不適合用手掣 連不支持手掣也是一個問題 總之 你在一個電腦玩家是會試不同的遊戲的話 我覺得買手掣是一個不是太需要考慮的東西 我家有4個手掣 有時候可能有小朋友來我家 就可以一起在電視機上玩一些合作的遊戲 雖然我沒有Xbox 但是它們全部都是Xbox的手掣 我覺得在牌子的選擇上 大多數都會選擇Microsoft的手掣 因為在這個400元的價位中 綜合了它的品質、造工 基本上都是形式的牌子 時不時還有一些特別版本的外觀 當中買一些版本是挺好看的 有需要的話還可以另外買一個無線接收器 用無線的方式接著電腦 不過如果你的電腦有藍芽的話 就連這個網線接收器都不用買 直接用藍芽就能接著電腦了 如果你打算買又或者已經有Xbox的手掣的話 我有一個少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這些Xbox的手掣都是用8A電芯 所以可能大家會買即器的電池 又或者買官方推出的充電套裝 不過以上這兩個方法我也是不建議的 最好的方案是另外再買充電池 價錢上也更加實惠 而且充電池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在這四個手掣中 我最近買了一個超級無敵豪華威力加強版的Xbox手掣 價錢上一個是可以頂上三個普通手掣 如果你問我買這個超級無敵豪華威力加強版的Xbox手掣 還是普通手掣好呢 我會說問得這個問題的人 都是不適合買貴版的Xbox手掣 直接買普通版的手掣就OK了 在使用上分別不大 只是多了一堆fancy的功能 和觸感上更加高檔 另外如果你有PS4手掣的話 但PS4手掣就已經支援藍牙接駁電腦了 如果電腦是沒有藍牙的話 電腦上有一個程式讓你的PS4手掣用USB線接駁電腦 我會把相關的連結放在影片的註冊中 如果你是一個會玩不同類型的遊戲的人 會玩載具類動作類的遊戲 我覺得手掣就像電腦喇叭一樣是必備的東西 買就對了 好了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的 這裡是腦控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吧